还有度呢 他就是对小孩不伤心 无所谓的 就觉得哎呀 都是小问题 都是小事 我听明白了 后来呢 咱们之前说为什么离 后来我给小孩报了早交办 又报了别的兴趣办 他知道了 非要我把那个学费给退掉了 你那个事就要报办嘛 那时候老大才上一年级 他一个星期 迟步五六节课 给他安排的满满 平常放学了 还要去改星期办 星期六星期天 一点时间不留 现在哪家小孩不这么学啊 现在不能输在起跑心上 人家在学我们也要学 人家不学我们就更要学 你就是舍不得在小孩 交召头子 那你可好多个小孩的感受呢 他知道什么 他的人生就是由我们来给他规划 我让他学什么 他就要学 那小孩就要不断地学习啊 你想过他们能接受不了吗 怎么接受不了呢 你天天学天天跟他讲 他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啊 那上次老大星期天不想去上游泳课 这下装病 后来给他骂知道了 我得管那就是家庭战争 吵了一天 跟谁吵 你骂我吗 讲我什么棒 矮子骗的吗 啊 比如讲小孩 跟老大讲 一个月之内不会给你看电视 那个小孩给他搞得天天哭 那肯定是 那他不想上就不上吗 那小孩说哎我今天不想上学了 难道就不去上学吗 那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学习的事情必须要 我让他学什么 他就要学什么 哎呀不就学个游泳嘛 真是欺负孩子吗 你这是 这怎么欺负孩子呢 这游泳多好啊 在学里面自由自在的 多舒服啊 对吧 你会游泳吗 我不会 那你平时就要孩子游泳啊 因为我小时候 我家人没带我包呀 如果我家人带我包 那我现在还要感激他们呢 对吧 是是是是 就是因为我家人倒是没钱 现在有这个条件嘛 肯定就要给他学啊 不不不不 好好好好好 学习问题不讨论了 就因为这个事 你们俩离得婚吗 啊就为了这个离婚了 游泳 谁提的离婚 我提的呀 你又提离婚了 对啊 这个 小孩这一场 他都舍不得投资 他对我也扣 对小孩也扣 好 我就离婚了呀 同意了 不同意 这可不得 离了多久啊 这次 这次离了一年多吧 又是离的时间长 又回娘家了 啊回娘家去了 又把俩孩带走回娘家了 都带走了 肯定都带走了 啊 后来为什么付的婚呢 后来嘛 我父母就 劝我 我父母没劝吗 我肯定是讲我父母的好处啦 哦 那我父母就一定对你不好 哈哈哈哈 说好父母就是就劝我嘛 啊 是想孩子都大了 就是也没什么大毛的叫我 就是夫婚 夫婚 小孩 也是想叫我们和好啊 然后我就是又去找他 就说要复婚 你又同意了 同意 哎 你这媳妇这么闹你 你怎么老还同意呢 毕竟有两个小孩啊 那我想算了吧 又同事了 又又同意了 没有 他同意了 是同意跟我和好 不是同意跟我付婚 我看你那个上面 不是有结婚证吗 啊对 后来是我逼着他去付婚 他和好和好 不付婚 那怎么和好呢 对吧 那肯定是要打结婚证才行啊 啊 那不也打了吗 哎 我强迫的他去的 听说现在又要闹离婚是吧 啊对 离婚是你提的是吧 啊也是我 你想第三次要离是吧 啊对 他没离婚 他不同意 啊这次他不同意了 啊 这次为什么要离啊 这次主要是他的原因 我们这次不是又 复婚了吗 我想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他也一天天 这个岁数也往上涨 我想嘛 你肯定会跟你以前不一样了 嗯 哪知道呢 这次回来以后变本家 钱是一份没少话 还学会乱投资的 也不知道被谁忽悠的 投资25万 我是想为家里面挣点钱 你天天讲我不挣钱乱花钱 我不是想正面给你开吗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想挣钱呀 你一天半夜没上过 你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你怎么有这个勇气去做的呢 投资他就是有失败的 那不可能所有人投资他都成功了 都挣钱了 那人人都投资去了 那就有风险嘛 这风险就给我探上了呀 能感受得得inner 、 那就